大家好,又是文輝球史館時間 第一集和大家講過球櫃腰斬話題 今集就講講亞冠杯 早前舉行的亞冠杯外圍賽 結智在最後一場保持迫和神戶勝利船 成為改制後第一支晉身16強香港球會 今集就和大家回顧一下香港球會參加亞冠杯歷史 亞冠宗協在1967年創辦亞洲足球冠軍杯錦標賽 南華代表香港參賽 出戰泰國盆谷銀行 首回合南華主場 憑著王志強投錘頂入小勝1比0 此回合作客萬谷 落大雨情況下輸0比2 總比數1比2被淘汰 最後一屆九巴參加四戰全敗 比賽期後也在1972年停辦 直到1985年才復辦 並且改名為亞洲冠軍球會杯 香港由聯賽冠軍精工參賽 和中國冠軍遼寧北韓冠軍425體育會 一起被編入第五組 第一場分組賽 在85年5月5日精工主場迎戰遼寧 前一天香港隊世界杯外圍賽2比0擊敗澳門 胡國鴻和陳惠岳連續兩天都要上陣 有150081名觀眾入場 政府大球場入座率只有一半多些 上半場比賽到12分鐘 荷蘭各腳連離交學夫右路快放 推過兩名遼寧後衛全中 澳洲尺峰米曹門前跳頂入網 為精工先開紀錄 不過短短三分鐘之後 馬琳右路推過遲一波射地波 滿章陳惠岳封偉失誤漏了一網 讓廖寧迅速追和1比1 換邊後15分鐘 陳惠岳出形接球 被高昇不收腳踢中 進攻其他球員立即追著高昇 雙方互有動作 後備球員恩力健還手持中場期衝入場 事件搖晃了十多分鐘才平息 球員將米曹和廖寧門將庫玉斌紅牌趕出場 到完場前六分鐘 胡國鴻把握遼寧後備門將失誤頂入 以2比1擊敗遼寧,其開得勝 5月26日,輪到精工作客遼寧 遼寧政府採取高規格保安 出入,當有警車為精工旅遊爆開路 亞洲電視衛星直播這場比賽 由林尚義主持何鑑江擔任客席狂術 兩大評述員拿得在電視合作 結果,精工憑著邦迪主席佛球建功 以1比0作客再贏的令 取得兩戰兩勝好開始 精工協助兩年性氣勢 6月2日,作客平揚 邦迪因為水土不服發燒缺陣 開賽5分鐘,被混正珠攻破大門 之後,被宋斗善射不球 雖然鄧世芬60分鐘追成1比2 但之後,王國安雙出令後防大亂 被宋斗善再入多兩球 完成沒有遮起法 精工以1比4大敗二回 經過結束之後 精工9月1日主賽營建425 要爭出善非勝不可 吸引到25,8970觀眾 入場為精工打氣 開賽只是短短3分鐘 新加盟,英教雲各腳摩理 斬過頭堡入禁區 由南華主導的柏絲堅 球不穿地,第一時間抽射掛寶 精工憑著這個世界球 迅速先開紀錄 425失守之後 改踢424陣式反攻 去到換邊了5分鐘 李政吉左邊底線開出罰球 送斗線門前插水式頂入 追成1比1平手 精工被追和 隨即以陳文遜入看曾英全 加強攻力增勝 戰況一直交着到81分鐘 425後衛金剛雄 禁區內犯手球 精工獲得12把 胡國雄主席入網 精工再次領先 之後 成功抵禦425一輪反撥 精工就以2比1力克425 成功出線最後6強 可惜,由於當年賽會開出科克條件 參賽球隊需要自費負責機票和食宿 加上賽期不合適 精工最終決定退出比賽 否則 而精工當年實力 絕對有機會爭奪冠軍 不過 都已經是香港球會 至今亞冠杯最佳成績了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集繼續和大家說故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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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